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趨勢掌握精打細算的理財數學課程 我是台北市立陽明高中的老師 王森媛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課程是 股票 那股票它是我們投資的選擇的工具之一 那麼到底什麼是股票呢 那我們就來看今天的課程 那今天課程的目標 主要會跟同學們來介紹 到底什麼是股票 然後什麼是加權指數 然後再來每年股票都會做除權除息 那麼什麼是除權什麼是除息 以及什麼是殖利率和EPS與本益幣 首先先來看第一個主題 什麼是股票 那什麼是股票呢 簡單的來講 股票就是你擁有股權的證明 那同學聽到這一句話 也許不是很清楚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你擁有股權的證明呢 那老師呢 現在就舉一個例子讓同學們來看 什麼是股票 假設今天我們有五個人 小明小華小英小利跟小豪 這五個人合開了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叫做保證賺股份有限公司 每個人呢 各出了一百萬元 來開這間公司 那麼公司的資本額 好 這是產生第一個名詞 什麼是資本額 就是他們每個人出了一百萬 那麼出出來的錢 就合計總共出了五百萬元 所以資本額是五百萬 那這五個人 因為他們出了錢來合開公司 所以這五個人我們就把他稱為這間公司的股東 而他們分別擁有了這家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權 但是我們都知道 剛剛所講的這些口說無憑 所以公司法他就會規定 當一間公司設立了以後 我們就必須印製股票 給投資的人所持有 代表這五個人 他們是擁有這間公司的證明 那麼這個印出來的這個我們講的股票 就是所謂的證明 那麼到底什麼是股票呢 在台灣證管會有規定 我們在發行股票的時候 他一股都是要用十元來計算 而這個十元呢 我們就把它稱為面額 也就是當一間公司在發行股票的時候 一開始的面額都是十元 那麼我們就可以來計算一下 保證賺股份有限公司 他到底總共持有了多少股 那從我們剛剛的例子來看 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 公司的資本額總共是五百萬元 而我們剛剛發行的面額是一股十塊錢 也就是說拿五百萬去處理一股十元 我們會有五十萬股 那麼接下來要讓同學先清楚知道 一張股票在定義上 一張股票它是代表一千股 也就是每一千股就是一張股票 所以當這間公司它發行五十萬股 那麼也就是它發行了五百張的股票 那計算的方式呢 就如同在螢幕上大家所看到的 五十萬股去處理一張一千股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五百張股票 那麼因為剛剛保證賺股份有限公司 是由五個人去合資 所以也就是說這五個人 他們會各自擁有一百張股票 那現在同學們知道 什麼是股票了以後 接著我們就要來帶大家來認識 什麼是股市 如果今天呢剛剛五個合夥人之一的小民 他有一天想要賣掉他手上的股票 也許他只想要賣掉一部分 或者是有些投資人呢 覺得這間公司非常非常的好 他想要買這間公司的股票 那麼他們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買賣股票呢 那這時候就會出現了一個 我們把它叫做股票市場 它是投資人交易的一個平台 我們所有想要買股票賣股票的人 我們就透過這個平台來做買賣股票 那麼股票市場呢 他就提供了投資人去做股票買賣的 一個公開場所 他讓所有想要買賣股票的人 都有一個資訊跟價格公開透明的平台 來交易股票 那麼到底我們要花多少錢來買股票 或者賣股票呢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來談一個新的名詞 它叫做股價 好 股價呢 在股票裡面它叫股價 而對我們來講 它有另外一個名詞叫做成交價 所謂的成交價指的是雙方都同意的買賣價格 也就是說 買的那一方和賣的那一方 這兩方呢 同意用某一個價位來做買賣的價格 那麼這個價格呢 就叫做成交價 但是在買方跟賣方他們在做價格的周選的過程中 這個股價的決定 它會依照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叫做集合競價原則 那什麼是股價呢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 我們以鴻海的盤中股價走勢圖為例 那什麼是盤中的股價 一般來說證交所呢 它的營業時間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 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那在這段時間它會開放交易 那當然六日是國定假日是度營業的 所以六日是沒有開放的 那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就把它稱為盤中 那麼右方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鴻海的盤中股市走勢圖 我們可以看到它就會產生了一些所謂的價格 而這個價格呢 它會隨著盤中的資訊 它會不斷的更新 好 那這個價格或者是這樣的資訊呢 我們可以從哪邊獲得 目前坊間有非常非常多的平台或者網站 都有提供這樣的資訊 那老師呢 在這邊先以Yahoo的奇謀股市為例 先讓同學們來認識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呢 先進到Yahoo的股市 那同學要進到Yahoo股市呢 只要在一般的瀏覽器去搜尋關鍵字 打個奇謀股市或Yahoo股市 就可以進到這個網頁來 好那這個網頁呢 就是Yahoo奇謀股市的首頁 那這首頁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資訊 包含待會跟同學們介紹的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台灣股市上市上櫃等等 每天的那個指數的變化 好那我們也可以去看每一支股票 它的狀況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看 每一支股票的狀況呢 好同學們可以點到 在上面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叫當日行情 好那同學們可以點它一下 點進來以後 這裡可以看到 會有分成集中市場跟櫃台市場 好那這邊我們暫時不解釋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集中市場 好那可以看到 它已經幫我們排列了 非常多類型的 我們把它叫做類股 也就是說包含 好水泥類的水泥股票 包含金融類 好也許金融類就有金融類的股票 包含電子有非常多的電子的電子股票 包含電腦周邊 好甚至電子零組件 好或者好汽車呢 好也有汽車的汽車股票 好那在這麼多裡面 同學們只要能夠知道說 你想要看的股票是在哪一個類股 就可以直接點進去 那老師就以鴻海為例 鴻海它是在其他電子 那我們點進來以後 好可以看得到 這裡會有其他電子的所有股票的狀況 好那鴻海是在這個地方 它的代號是2317 那在這裡可以看到它的時間是 它的成交價格是78.3 好以此類推 好那我們就點進去鴻海 好它這邊都可以有連結可以點進去 那點進去以後 好就可以看到 老師要跟大家介紹的 我們任何一支股票點進來 一定可以看到當天 如果是在營業的時間 那麼我們會看到的就是盤中的股價的變化 好那如果是收盤後 我們看到的就會是收盤後的價格 好那在這個走勢圖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這樣的資訊 那如果同學想要再進一步去看 剩下其他的資訊呢 都可以從點進來個股以後去點 包含可以看它的基本面 籌碼面 鼓勵政策 或者甚至想要知道 每一間公司它的新聞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看得到 好那這邊 等到待會有的課程 我們會再進一步做說明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簡報上面 好那所以 同學們就可以看得到 這一張就是老師所截下來的截圖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一張 好那在這張裡面 我們會有一些重要訊息 首先我們要來看的是 股價怎麼樣子去判斷它是成交 那麼股價在成交上面 會有兩個成交原則 首先第一個原則叫做價格優先 第二個原則叫做時間優先 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以剛剛的這個走勢圖為例 同學們可以看到在右下角的地方 它會出現一個叫做 微買價跟微買量 這個意思呢 指的是有195張 它呢是想要以 78.4的這個價格來買 也說買想要買股票的人 掛了195張的股票 想要用78.4元來買 有441張呢是想要用78.3元來買 以此類推 那麼它在排列順序的價格優先指的是 對於微買價來講 它會由價位高 往價位低做排列 反過來講 對於微賣來說 它的價格是由小的開始做排列 也就是說它是78.5元 78.6元 78.7元 以此類推 那麼再來就是價格結束以後 就是看時間 優先以某種價格 想要買股票的 就會優先擺在前面 好 那在這張上面 我們怎麼樣去判斷它是成交 我們就先以上面為例 想要買股票的人呢 他是想要用78.4元的價格來買股票 想要賣股票的人呢 他想要用78.5元的價格來賣股票 那同學們應該可以猜得到 這樣子的價格是沒辦法成交的 因為沒有共識 我想要用78.5元來賣 可是你最高的人 只想用78.4元來買 好 那這時候呢 這兩方就會有一方 他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他會去調整價格 如果假設 對於我想要買股票的人來說 我78.4元 我買不到股票 因為沒有人願意用78.4元賣給我 那麼我勢必就得要調整我的價格 也就是說 78.4元我買不到股票 可是我真的真的非常想要買這張股票 那麼我可能會調整我的價格 我就改用78.5元來買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 因為有人願意用78.5元的價格來賣 而我也願意用78.5元來買的時候 這時候他就成交了 那麼他就會產生我們看到了 他就會有一個叫做成交價 好就是看到這邊會有一個成交價 那成交價就是當某個時間點 買方跟賣方在周旋的過程中達成共識所產生的價格 那反過來說 對於我想要賣股票的人來說 我用78.5元的價格來賣股票 可是沒有人願意用78.5元的價格來買啊 那麼如果我真的想要賣這張股票的時候 那麼我可能就會調整我的價格 我可能必須要下修我的價格 所以我可能就要變成78.4元來賣 那麼當我變成78.4元來賣股票 而也有人願意用78.4元來買的時候 這時候78.4這個價格就會是某個時間點的成交價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樣子的成交價格 他是在整個交易的時間過程中 他是不斷不斷的在變動 那在這裡看到的開盤指的是 當股市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在股市開始的時候 他就已經想要買或賣股票 那麼一開始股市開盤說成交的價格 就叫做開盤價 而在交易過程中 所成交價格最高的時候的價位 就叫做最高 好 同理在開盤到某個時間點的時候 所產生的最低的價格 就叫做最低 那這就是所謂的股價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有一張股票 他非常的熱門 有很多人願意買也想買 他就可能用更高的價格來買股票 那麼這樣子的買或賣的單子 就會一直被成交 因此成交價他可能就會一直往上漲 83.2 那有些人83.2買不到 他可能又改成83.3來買 好 那買到了 有些人84 他也有想要買 所以他可能一直掛 價格就越來越高 所以成交價可能就會從83.2 83.3 83.4 一直往上漲 那這個就是股價上漲的由來 反過來說 如果有一支股票 因為某些因素 導致於大家都想要賣他 那麼很多人都想賣 那當然他為了要賣股票 他以賣股票當做他的前提下 那麼他可能會因為賣不出去 他就開始去調整他的價格 也就讓價格再往下降 調一些些 所以他就利用稍微低的價格 來達到賣股票的目的 那這時候股票的價格就會開始 越來越低 那這個就是股價他下跌的由來 到這邊為止呢 我們就可以來想想看 到底影響股價的情況會有哪些 那麼首先第一個 就是買方的力量 因為想買的人很多想買的力量 他是比想賣的人來多的時候 那麼成交價他就會往上漲 因為買的人力量比較強 他因為很想買 所以他願意花多的比較高的價格來買 所以他會不斷的往上調整他的價格 所以這樣子的成交價他就會一直往上推 而這時候所看到的股價他就會上漲 同樣的道理 反過來說 如果賣方的力量比買方的力量來得強的時候 也就是對於這一張股票來說 賣的人比較多 他很想要把股票賣掉 反過來買的人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多 那賣的人為了要把股票賣掉 他勢必就必須調整他的價格 所以成交價就會一直往下跌 那麼這個價格往下推的過程中 股價就會下跌 所以股價的漲跌 就是買方跟賣方雙方周旋的結果 接著呢 老師要跟大家介紹 那麼什麼叫做加權指數 那在同學們呢 在新聞媒體中 常常都會聽到這樣的報導 他就指稱 集中市場加權指數收盤收在 12913.5點 上漲了111.2點 這是我們常常在新聞媒體中 會聽到的新聞消息 那麼這句話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 那麼什麼又叫做加權指數 那我們以2020年8月6號的時間為例 我們可以在下面的這張圖看到 台股在當天 它是上漲了111.2點 然後它的收盤呢 來到了12913.5 好 那這是我們可以直接在網頁上 所瀏覽到的訊息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來了解一下 什麼是加權指數 而加權指數是怎麼樣子被計算出來的 好 那首先 簡單的說 加權指數它就是用加權的方式 算出來的總分 也代表一群股票的整體狀況 那也許同學對於加權指數沒有那麼熟悉 但是我們可以想想看 同學們在唸書的過程中 是否都會收到成績單 成績單上面會標示著 國文英文數學等等的分數 而在計算平均的時候 如果同學有印象 在計算平均的過程中 國文的成績它會被成上 它所賦予的權值 那這一個就叫加權 那我們會針對每一顆的屬性不同 重要性不同 給予不同的權重 而依據這樣的權重所計算出來的 就是我們所看到成績單上的平均 好 那所以在股票市場中的加權指數 也是用這樣子的概念 它也是用加權的方式來算總分 那麼它的計算方式怎麼算呢 對於比較重要的股票 它就會佔比較大的比例 就跟我們在成績上所看到 比較重要的科目 就會賦予比較高的比例 那麼同學的印象中 如果有印象 通常在主科國英數這三科 會被賦予的權重比較重 那麼它賦予的狀況 股票應該是來自於結束 通常大家都是用學分數來看 所以回到股票來講也是 什麼叫做比較重要的股票 那它指的就是這一支股票它的市值 好 那麼什麼是市值 市值就是市場的價值 那在股票市場中的市值的計算方式呢 是把股票的每股股價 就我們看到的每一支股票會有它的股價 去乘以它的總股數 好那總股數如果同學們還有印象的話 在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提過股數的計算方式 那麼我們就以 好西曼尼的網頁資料為例 鴻海在2020年的8月7號它的股價呢 可以看得到是78.5元 好在這個地方 而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這支鴻海它的股本 好就是它的股數有 138630 好單位是百萬 所以鴻海它的總股數大概是 1386億左右 好所以總股數老師寫在這邊 1386億股 那麼剛剛有提到說 它的市值的計算方式是 就是股價去乘以它的總股數 所以鴻海它的股價是78.5元 乘上它的總股數是1386億 所以它的總市值就大概是 10兆8801億 好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市值 那麼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把台灣的股市上面所看到的 每一支股票 它的市值都計算出來以後 加總 這個加總出來的就叫做 台股的總市值 好 那麼再回到 加權指數怎麼去計算 加權指數的計算方式 它就是把我們所算出來的總市值 去除以當日的基值再乘以100 那這個當日基值呢 我們暫時在這邊不討論 原因是它比我們想像中複雜的許多 同學如果有興趣可以上網看 那我們在這堂課呢 想要告訴同學的就是一個概念 其中市場加權指數呢 既然它是以總市值來計算 表示說我們可以知道市值越高的公司 它就會佔加權指數越大的比例 換言之當市值越高的公司 它在某一天的股價上漲的幅度越大 它就有可能帶動整個台灣的股市的加權指數往上升 那這就是加權指數的計算方式 那接下來老師要跟大家介紹除權跟除息 那什麼是除權什麼是除息 那我們知道呢 我們在做股票買賣在投資股票 對於我們來講 最重要當然是希望透過買股票過程中 我們可以賺到錢 而賺錢的過程中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們會想要參加公司的除權跟除息 那麼什麼是除權跟除息呢 除它代表的是分配的意思 而除權指的就是分配股票 除息指的是分配現金 那麼當我們對於某間公司認同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買到某一間公司的股票 成為這間公司的股東 而公司呢它就會把去年度所賺的盈餘回饋給股東 而我們拿到的股利就是股東的投資報酬 我們現在以紅海的股票為例 紅海呢它在2015年的時候 好可以看得到在畫面上 2015年它配了4塊錢的現金股利 而股票呢配了1塊錢的股票股利 所以它合計總共配了5塊錢 也就是這5塊錢包含了4塊錢的現金股利 以及1塊錢的股票股利 那麼現金股利4元 股票股利1元代表的又是什麼意義 我們就以紅海的股票為例 現金股利4元指的是說 每一股就會配發4元的現金 每一股配發4元的現金 也就是說當我們買一張紅海股票1000股 因為我們知道一張股票是1000股 那麼一股配發4元 也就是1000股就可以配4000元的現金股利 那麼股票股利1元又是什麼意思呢 好股票股利1元呢指的是 它佔了我們原本面額的比例 還記得我們剛剛有提過什麼叫面額嗎 它就是在股票一開始發行的價格 所以股票面額是10元 當它配股1元指的就是 它配的是一張股票10元裡面的1元 換言之它的配股就是十分之一 那我們的一張股票是1000股 所以它配了十分之一的股票給我們 也就是它就配了100股 那麼如果我們參加紅海的儲權席 在2015年的那一年表示 我們就可以得到4000元的現金 跟100股的紅海股票 所以當我們買了一張紅海的股票呢 參與它的儲權席 表示我們手上的股票就會有一張 又100股也就是1.1張 另外我們還拿到了4000元的現金 那這個就是儲權跟儲息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來選股呢 那麼選股呢我們要選的股票 應該要選擇的是配息穩健度高的股票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在看過去 所有股票資料的時候 老師會建議最少 最好我們可以有10年以上的現金股利資料 這間公司如果能夠這10年都 每年都很穩定的在配現金 表示這間公司它是一直有在賺錢的 第二個是具有成長概念 它最近三年呢 所配的平均的股利 它比近10年的平均股利來的高 也就是表示它在這間公司 在經營上面的獲利是一直在成長的 那麼我們也可以用本益比來做篩選 透過本益比篩選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找出股價可能被低估的股票 那麼什麼是本益比 在待會的課程 老師會再跟同學們來介紹 那從這邊來看 剛剛講了我們需要去找10年以上現金股利資料 等等等 那麼我們到底要從哪邊可以來搜尋這樣子的訊息 那老師呢再跟大家介紹 那這個網站呢它叫做Cimani 同學們只要在瀏覽器打關鍵字 Cimani就可以進到這個網頁來 進到這個網頁的時候 它的訊息同樣非常非常多 我們可以在上面的這些 去找到這裡有一個股市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以後 那在這網站上它可以看得到 包含我們看到個股的概覽 我們可以看到技術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基本分析 包含每一支股票的新聞 基本資料 鼓勵政策等等等 好那在這個網站上呢 我們就點一下鼓勵政策 好那這個我們就以 網頁一開始所看到的抬擬為例 我們點了鼓勵政策 往下拉 好同學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間公司呢 在2019年它配了2.5元的現金 然後配了0.5元的股票 所以它合計配了3元 好那2018年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 好那我們就單純看這支股票為例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近三年 它的現金股力分別是2.5 3.3 1.5 然後呢相較於大概這10年來看 其實近三年它的表現是還不錯的 那如果用剛剛的觀念來說 也許它可以當作是一個參考的 的一支股票 那所以類似這樣的狀況呢 同學們對於所有有興趣的股票 我們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搜尋 你只要在首頁的地方 我們就去找每支股票的狀況 那我們就可以去瀏覽到 同學們想要找股票 它的一個鼓勵的狀況 好 接下來我們要再跟同學們介紹 什麼是殖利率 那什麼是殖利率呢 這個殖利率這個名詞 也常常在新聞媒體中會被播出來 那殖利率指的很簡單的就是 股票的現金殖利率 也就是說 剛剛我們在課程中已經有跟大家講說 股票每年的配股配息 裡面的配息指的是現金 而這個現金呢 就把它叫做現金殖利率 而現金殖利率呢 我們又可以給另外一個名詞 它叫做報酬率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以剛剛鴻海的股票為例 剛剛一支鴻海股票 它每年會配給我們4000元的現金 那麼 股票的價格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存款 而每年配發的現金股利 它就是利息 而這兩者去計算報酬率 這個就叫做殖利率 那麼股票殖利率該怎麼計算呢 那我們現在就以鴻海在2019年的股價為例 鴻海2019年呢 它發放的現金股利是4.2元 那如果 老師現在呢 買鴻海股票是以80元的價格買進 那當然 同學這邊應該要有一點點概念是 現金股利4.2元 指的是4200元的現金 而80元買進鴻海股票一張 指的是8萬元的現金價格 好 那麼 現金價格是8萬元 我們可以再來想像成 如果同學們把這8萬元放到銀行去做定存 而銀行呢 一年後給你4200元的現金 那麼 將定存的利息利率是多少 那麼計算方式是不是同學會拿4200去除以8萬 那或者我們可以用股票的想法 4.2除以80 所以 我們所計算出來的利率是5.25% 那 換到股票市場來講 股票殖利率的計算方式其實就是報酬率的概念 所以我們拿現金股利率去除以股價 所計算出來的就是報酬率 也就是股票殖利率 那麼 以鴻海為例 那麼 它的股票殖利率在2019年就是5.25% 那殖利率跟股價之間有沒有關係呢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之間是有關係的 如果我們買進的股價越低 那麼殖利率就會越高 有點是我們可以想像成 如果我們現在只有放一部分的錢 很少的錢在銀行裡面 而銀行又給我們一定比例的利息的時候 那麼它的利率就越高 好 那如果我買進的股價越高 那當然殖利率就會越低 所以殖利率跟股價之間的關聯性 就會是我們在這邊所看到的關聯性 那如果我們算出的殖利率呢 比銀行定存利率還低 那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股票 我們暫時就不去考慮長期投資 因為如果我們的殖利率還低於銀行定存利率 那同學我們是不是就把錢放在銀行裡面做定存就可以了 那目前到這邊為止 老師呢沒有提到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還原權值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在這個課堂上我們先不討論 那同學們對殖利率有一個概念 這樣就可以了 同學們怎麼樣去看殖利率 其實同樣的在很多網站或網頁上都會告訴我們每家股票公司它的殖利率 而殖利率同學們也會計算 所以同學們也可以自行去查詢剛剛的幾個網頁去查它的現金股利 然後呢在看股價 同學們也可以自己去計算殖利率 那麼老師現在在以在手機APP上一個叫做艾蜜莉的APP為例 那在這網頁上它就會很清楚的告訴我們每間股票公司它的殖利率 然後呢它也會告訴我們它所除權除息的價格 那同學們都可以從這裡自己去做計算 那從這一頁來看我們就可以發現 華南金的殖利率呢是5.49 華票是4.86 玉山金是5.89 在這一排的示範為例 我們可以看到玉山金它的殖利率是在這幾支股票裡面是最高的 那同學們也許就可以考慮把玉山金列入自己投資的一個標的 那麼接下來老師要再跟同學們介紹兩個名詞 一個叫做美股盈餘 簡稱EPS 以及本益比 那什麼是美股盈餘呢 美股盈餘呢指的是 就是 每一股它所淨賺的價格 那計算公式上面呢 既然它是要計算每一股的淨賺的價格 所以我們就會拿 在扣稅後稅後存益去除以它的股數 也就是說把它扣稅以後的公司它所賺的總共的錢 去除以這公司它所發行的股數 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每一股的盈餘 那我們現在以鴻海為例 鴻海呢剛剛有提到它的總股數呢是 1386億股 那以它在2019年的 我們看一下2019年12月的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叫累計營收 這累計營收就會指的是 2019年整年它的收入 那它單位是百萬元 也就是說它在2019年整年累計的營收 賺了5342811百萬元 而它稅後的盈餘 剛剛也提過 因為我們要看的是稅後 營收扣掉了稅等等的成本以後 它近賺的價格是 115308.7百萬元 所以它總共賺了這麼多錢 而它的總股數呢 是1386億股 所以它的EPS的計算方式 就是拿稅後的盈餘去除以它的總股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每股的盈餘價格 大概是8.32元 而在資料上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也幫我們計算了 它的每股盈餘是8.32元 那這樣子的資料呢 同學們也都可以上網去搜尋 所以老師呢再切回畫面 回到剛剛我們的喜曼妮的網頁上 剛剛跟同學們已經介紹了鼓勵政策 那麼我們接著可以往下看到 這裡有一個叫做營收盈餘 好營收盈餘點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因為這一支股票是台泥 我們就可以往下滑到 可以看到台泥它的每個月的單月營收 以及累計的營收 那麼右邊它也很貼心的把它的每股盈餘算給大家看 所以以2019年為例 我們就看到2019年的12月 直接看到最右邊 所以它的每股盈餘是4.43元 也就是說它平均每一股是可以賺4點多元的 好那這4.43元怎麼出來呢 同學應該也會算了對不對 就是 最後的這個盈餘 再去處理它的總股數 那總股數同學們就可以再去瀏覽一下台泥的總股數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總股數 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每股的盈餘是4.43元 好那這4.43元或者剛剛我們看到鴻海的8點多元 到底這數字代表什麼意義呢 那剛剛也提 EPS指的是平均每一股可以賺多少錢 所以這個數字越高 理論上表示這間公司越賺錢 所以公司越賺錢 表示這間公司 不管是在前景或者體質上可能都是不錯的 那這樣子的資訊就可以提供給同學們參考 同學們或許也可以把EPS列入投資的一個考慮的方式 接下來談完了EPS以後 最後老師再跟同學來介紹另外一個名詞 好這叫本益筆 本益筆呢簡單的來講 它代表的意義是要多久才會回本 它計算的方式呢是拿股價去除以剛剛同學們所計算出來的EPS 那麼我們就以鴻海的股票的價格為例 如果鴻海的股價是80元來說 那我們剛剛計算出來每股一年可以賺8元 那麼它的本益筆就是拿股價80去除以8 也就是計算出來的本益筆就是10 那從剛剛所談的這個10代表什麼意義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它的股票一年每股可以賺8元 那麼10年後它是不是就是賺80元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它大概10年就可以回本 所以當同學們在看本益筆的時候 計算出來這個數字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數字來當作投資的參考 也就是說當它的本益筆越低 代表它可以回本的速度就會越快 比方說如果本益筆是4 那我們可以想像4代表大概4年就會回本 那4年就會回本 是不是代表這間公司它的獲利能力是很好的 因為它4年就可以回本 那這代表這支股票它就會有所謂的投資價值 不過這些都還是理論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有一間公司它的獲利能力非常的好 賺的錢很多 所以大家也會知道這間公司非常的好 那換句話說剛剛我們所談的 當一間公司好 大家可能購買它的意願就會變高 而購買它的意願變高就會追著價格買 而這支股票它就會上漲 所以當然這些都是理論 我們還是可以回到我們的課程來看 如果如果在其他的一切條件都相似的時候 兩家公司的股價如果一樣差不多 那麼EPS越高當然它就會越好 因為代表它的公司是越賺錢的 那如果兩家公司EPS是差不多的情況下 表示我們要看的就是股價 這支股票它的股價越低就會越好 因為它的股價會有被低估 因為它賺了很多錢 可是股票的價格卻不高 所以兩家公司EPS如果相同的時候 股價越低就會越好 那如果兩家公司它的股價EPS都不同的時候怎麼辦 那這時候當然我們就要來計算本益比了 所以本益比越低越好 因為本益比代表的是多久可以回本 那當然我們希望它越快就可以回本是越好 那同樣的概念 我們怎麼樣可以去查得到 每間公司它的本益比呢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網頁上 在剛剛網頁的地方 老師已經帶了大家看到了 包含股力政策 看了營收盈餘 那下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一個叫做本益比 那我們可以點它一下 那我們換個股票好了 剛剛是抬你 同學們可以在這個地方搜尋的時候 如果同學們知道它的代號 那麼同學就可以直接輸入代號 那如果同學不知道代號也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輸入中文 比方說我現在打華碩 好同學應該對華碩不陌生吧 所以華碩點進去以後 華碩點進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華碩 它的營收盈餘的狀況 好那我們點本益比 好點了本益比 我們往下滑 好同學們有看到嗎 它會告訴你 2015年好一直開始 一直到20...就是每一季 它會有一個本益比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 同學們感興趣的股票 然後呢去看 它的本益比的狀況 那看完華碩之後呢 那老師再搜尋一檔股票 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台積電 好那我們只要打台積電呢 它自動就會幫我們跳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點進去看一下它的狀況 好比方說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的鼓勵政策 那台積電呢 我們可以發現 它是一間非常賺錢的公司 它在2019年就配了9.5元的現金鼓勵 2018年呢 也有8元 2017年也有8元 好還記得剛剛我們跟大家說 它配股的政策 近3年的配股狀況 高於近10年的狀況的時候 表示它是在成長的 也就是說 對於台積電來說 它近幾年的狀況是非常非常好 可以從2010年看到 現金鼓勵配3塊錢 一直到2014年配了4.5元 一路一直在成長 2015年6元 2016年7元 以此類推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它的獲利能力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 大家都非常喜歡 這支股票的原因 大家都非常喜歡買台積電的原因 那麼同學們也可以從這裡可以知道原因了 因為它是一間非常非常獲利非常好的公司 好那介紹到這邊 我們再切回剛剛的畫面 我們再切回剛剛的畫面 那最後老師就要下一個結語了 我們在做投資的時候呢 老師都鼓勵同學們 投資不投機 我們要選擇 體質比較好的公司 來做長久的投資的規劃 把投資當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透過今天的課程 同學們應該可以了解 我們跟同學們介紹幾種評估 一間公司是否有投資價值的方法 包含了剛剛跟同學們介紹了本益比 包含跟同學們介紹了EPS 然後呢我們也跟同學們介紹了儲權跟儲席 還有所謂的殖利率 透過這四者 我相信同學們可以對如何去篩選一間公司 會有概念的 如果一間公司它在股票或者股利的政策上 它發放的股票或者股利是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這間公司它的獲利能力是不錯的 獲利的狀況是好的 那麼這就可以當作是同學去做投資的一種參考 那反過來講 我們也可以透過剛剛所介紹其他的幾種指數 包含本益比代表的是多久可以回本 所以我們可以挑選本益比比較低的公司來進行投資 甚至我們也可以以EPS來當作參考 EPS代表的是每一股的賺的價格 也就是EPS越高代表這間公司平均每一股的獲利是越高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EPS比較高的公司來進行投資 那這些都可以是我們參考的價值 今天的課程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回見